是真是光陰刺戰日月而疏 講句俗話真是眨眼 又到2023年 在新的一年 何利茂和廣傳媒體製作團隊 恭祝大家新年進步 萬事如意 至緊要平平安安 今天來到新一年 第一次和大家主持廣傳謀論 真是 不好意思 都要講一些和疫情有關的 即是新年 本來應該講一些開心 喜慶的事情 但是在2023年 都似乎 喜不喜來 慶就慶過辣雞 真是中國大陸的疫情 將會第二次 還原全世界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 中國大陸現在 全國疫情的爆發 已經人所共見 眾所周知 是好像水銀赦地 無處不入 差不多 可以說人人有份 當然是笑不得樂的 但是事實上 最可笑 亦都是令人覺得可恥 甚至可恨 就是中國大陸 中共政府 在疫情爆發到失控地步 開關 全面向世界所有的地方 出入境 令到中國大陸 順利可以出入其他國家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說西方各國 特別是國際上很多國家 100幾200個國家 但怎樣去看待 中共今次這種 叫做無染雞龍色 因為已經有兩年前 武漢肺炎那次原始病毒 國山全球 在武漢機場出發的 因為你的航班向國際開放 現在又來 所以何萊姆和大家說 美國在這方面 先發制人 在去年2020年12月28日 已經率先宣布 美國的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即是通常簡直CDC 說來自中國 包括澳門和香港的旅客 要出示病毒的陰性證明 是為了減緩病毒 在美國的傳播 很正如 你自己國家裏面 一法不可收拾 不是預料 美國也要一法不可收拾 美國已經有660萬人確診 死亡的人都超過100萬 應該說全世界有660萬人已經死亡 應該說 美國佔了100萬以上 全世界確診的人數當然不止幾百萬 是去到幾億的人 二億計 但是現在中國大陸 但是現在中國大陸 放了一些人出來 很害怕 全世界已經過去三年 有驚攻資料 CDC就說 隨著病毒的新變異株 病毒變異株 在世界各地出現 不只是中國大陸有變異株 在世界各地都有 例如Delta 在南非 Omicron就好像在印度之類 中國又減少了檢測和通報病例 甚至死亡數字都不說 也沒有最低限度跟世界各國 包括WHO 世衛組織共享 流行病學的數據 這樣的做法 可能會延誤了一些新變種病毒株的監禁 所以美國率先限制大陸的人過來 就是要檢疫 要陰性證明 就是要檢疫 如果中了 你一定要隔離 要防止中國的病毒 第二波 第二度感染美國 但是很多大陸的共產黨媒體 就是官媒 就對美國的CDC的規定 幾乎隻字不提 是不是心有鬼呢 是不是 你這樣開放邊境 開放人員出去國際 然後美國有一個限制 你為什麼不讓中國大陸的人知道呢 當然他們不會不知道的 就在深圳 有一家科技公司 一個29歲的 一個 一個 叫做王曉飛的 這個員工就說 是這樣的就這樣的 美國有規定 這個檢測政策 如果有機會 他會去美國 旅行的 只要配合美國 就可以了 反而人家 國民 知道自己國家發生什麼事 美國發生什麼事 美國要有一個檢疫的規定 要有一個陰性證明 就配合美國 入境敏感 大家都知道 入鄉就隨俗 入境敏感 中國以前 在過去三年 兩三年 一樣限制外國人入境 甚至航空公司有熔斷機制 現在這個估計 國際上很多估計 都說未來三數月 大陸的14億人口裏面 大概有7億人 即總人口接半 會嚴育 即是會中招 所謂 應揚 盡揚 想不盡揚都不行 因為這個Omicron 傳染率極高 很快 但是中國大陸那種是超快 是世界各國 緊健的快速 是超高速 跟它那隻飛彈 超高音速一樣 是世界紀錄來的 大家都不太明白 為何它會這麼快 是否逐漸了兩三年 現在一次爆 就爆到盡了呢 現在疫情失控 死亡的數字 不斷上升 但是中國已經停止再去更新 每天的確診和死亡數 國家傳染病學 傳染病醫學中心的主任 張文宏 大家知道 這個上海醫生 過去幾年 相當受到打壓 他都挺抑揚 現在就 病到共存 不斷上升 他都可以說話了 他說這一波的 疫情感染率是非常高 他說在農曆新年 大陸叫春節期間 感染率可能會達到80% 八成 真是甚麼概念 差不多人人有份 殺一百個便有80個眾 有很多大陸的網民就說 你不要預測了 何止80% 你去火葬場親身體驗一下 那不是只講給張文宏之的 網民這句 這句 語帶相關的說話 說給習近平 叫習近平去火葬場看看 就知道 疫情如何慘烈 張文宏都說到 這一波疫情 真是已經 沒辦法在政府的層面控制 大城市的感染率 一般都超過50% 只是一半人口 到了農曆年的時候 應該是六、七十 甚至80% 關於這麼多白費 現在傳出這麼多白費的照片 鑑定了一些白費的照片 不是兩、三年前的那一隻 是新的 也有醫生出來說 張文宏作為一個醫生 他怎麼說呢 他說 大陸感染的人口基數高 感染的數量夠大 看到白費的機率就高了 但他這個說法 又被網民罵爆 不是用數量來 決定白費多少 關鍵是 為何會造成白費 無論你是多或少 也要告訴別人 白費是怎樣去醫 白費也有很多種 有嚴重、有中度、也有輕度 在這種情況之下 張文宏關於白費的解釋 用那個感染的基數帶來 說白費就自然多 似乎不是很夠說服力 沒有解釋到 為何武漢肺炎 2020年原始病毒株 那時的白費 會兩年之後 過了兩年之後 會輪迴回來 如果Omicron 是一個特號的感冒 大號的感冒 是上呼吸道 是不下肺的話 為何會搞到白費 當然有警惡 是不是Omicron再加Delta 混合一些雞尾效應 沒有人能解釋得到 或者最恐怖的就是 武漢原始病毒株 翻生了 走出來 但是很多人說 通常病毒是進化率的 就是越進越弱的那種進化 不是退化率的 不是退化率的最強的 就是這個白費 不是Omicron的病毒株 搞出來的 就是原始的 原始的那種 似乎世界上已經不多覺 所以人家才放開 在2022年的3、4月開始 慢慢解封 解禁疫情 中國大陸當然遲了大半年 現在怎料一發不可收拾 看到這樣的情況 剛才我說美國已經是要限制 大陸的旅客一定要有核酸檢測 也都要證明陰性 歐盟有27個成員國 在29日召開緊急會議 他們的衛生安全委員會 歐盟的衛生安全委員會 就討論是否就中國入境者實施旅行限制 終於因為27個成員國 無法達成共識而各自 當中最重要的就是德國和法國 他們是傾向 不會對大陸的人採取一個檢疫的措施 意大利 所謂歐盟成員國 其實意大利就要增速 要快一點 要快一點 就是 喂 我們歐盟是一個整體來的 如果我們意大利也發現有問題 其他國家始終出事的 現在不採取一致的行動 但是現在就有鬼 儘管 歐盟中的大國不贊成 現在採取實施中國旅客的限制 因為意大利的兩班航機 由中國飛離去到米蘭 兩班航機檢測出來 都有約半數 是中招的 就是陽性的 不過幸好都是Omicron 還沒有發現其他新的變種病毒株 那麼有評論就說 中國大陸這樣開放出境就好像疑似投毒 那麼有些分析就說 今次歐盟呢 就因為它是那些 那些表決是可以一票否決的 成員國27個 只要有一個不贊成 那些決議草案就過不了的 那麼 法國 這個蔡爾奇 馮多瓦茲大學的教授 叫張倫 就認為 今次歐盟作出並不明智的決定 就是說 不夠Smart的決定 這個張倫教授就說 檢測來自大陸的旅客 是完全有道理的 因為現在完全不知道 中國的病毒是不是有特別變異 或者有什麼其他新情況 這個時候不控制 是會出問題的歐盟 我們不能再不吸收前居之鑑 就是兩年前 病毒肆虐 而張倫強調 限制大陸 即是中國來的旅客 是完全不適合其事 因為這個是公共衛生問題 說到意大利 大家就不能夠 不說兩年前意大利的慘況 現在看回意大利在2020年的3月中 確診的數字是有35,700多宗 死亡的數字是接近3,000 2,978宗 這個就是意大利當日 2020年3月中的一個數字 在中國大陸當時的情況如何呢 大陸當時就有報出來 確診數字是8萬 剛剛過8萬宗 而大陸死亡的人是3,245人 這個是2020年3月中 就是中國大陸的疫情 最高峰的時候 即是說意大利一個國家的死亡人數 都接近當時中國的報出來的 我們都知道是造假的死亡人數 它是3,200 意大利都是2,900 3,000不到 你都看到意大利一個小小的國家 當時已經多厲害 如果大家還有少許記憶 當時印意大利的城市裏面的老人院 幾乎陷怨中了 然後大半死了 那種意大利在一些小城市裏面 那些棺材不夠用 那種狼狽的情況 意大利這次醒了 好了 立即就禁止大陸進來的 那些人是無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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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檢測 那麼日本當然最快 日本日本是在27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開了第一槍 宣佈在12月30日 即是已經過了 即是要加強入境的防疫措施 由2022年12月30日開始 從大陸入境 7天之內 或者到過大陸的旅客 在入境日本時 都要實施入境的全面新冠病毒篩檢 呈陽性的要隔離7天 而且限制來自大陸的旅客 只能降落在城田、羽田、關西 在大阪的關西和名古屋的中部機場 這四個機場而已 對香港的旅客 下來有修改 可以多幾個其他 包括在北海道的機場 可以讓香港和澳門的旅客進入 日本人就覺得 是行了好事 日本有民眾 說中國人覺得好像被針對 日本人覺得 但事實上 因為日本現況無法負荷大量的確診激增 因為日本現在的確診數字都很多 一下子用了這麼多來自大陸的人 日本真是吃不消 日本的情況一樣和意大利 意大利是一個半島 一個長虛型的半島 日本真是一個賭國 所以這兩個國家人口密集 和環境是不能夠承受 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 無染雞籠進來之後 所引起病毒的另一波的方法 日本是中國的鄰居 更接近中國 就是山東望過去的鄰居 就是南韓 南韓在中國的10個市領館 市領館即是大使館 再包括總領使館的統稱 大概有380名韓籍的人員 在過去12月的後半月 那兩個星期裡面 已經有240多人確診中招 佔了員工總數的超過六成 韓國的外交部透露 目前沒有出現重症患者 超過210人已經康復 回到工作崗位 而韓國採取措施 在12月30日宣佈 從1月2日到31日 就停發大陸去韓國的短期簽證 入境的大陸旅客 也要有核酸檢測的證明 這是1月2日開始 中國入境韓國立即要接受 實實落地的PCR檢測 要在機場等待檢測結果 從1月5日開始 搭乘自中國扶韓 去韓國航班的所有人員 要提交上機之前48小時的核酸檢測證明 或者在出發之前24小時要做一個抗原檢測 即快篩的陰性證明才可以登機 才可以到韓國的機場 你看到日本韓國都這麼嚴肅處理 這次真是把聲十二分精神 美國在自由陣營裏面最快提出要限制 要有檢疫措施對中國大陸 包括香港和澳門 歐盟這樣做 暫時沒有這樣的需要 這件事就很奇怪 我相信歐洲 歐盟遲到都要跟大隊 因為有成員國 包括法國和德國 暫時覺得不妥 暫時而已 病毒在大陸傳染速度這麼快 要傳染到外國 現在是自由出境的 大陸很快 歐盟就會變得好 到時你不封關 你不要求檢疫 我不相信 歐盟負擔不起 另一次 第二次應該說 2020年之後 第二次病毒的侵襲 即是藩丁 英國已經對大陸的旅客要求檢測了 歐盟又怎麽可能 現在純粹是一個歐盟的內部政治問題 即是自己談不上線 我相信法國和德國這兩個大國 靈了以後 他們就會知道不要搞 現在正在玩政治 因為法德不想在限制旅客欲盟裡 正面得罪中共 尤其是德國總理 蕭榮智 11月 去年11月才去訪問過 大陸和習近平 四下握手 突然間現在又說檢疫 好像有點不給面子 但是這樣 德國人都是想做生意 因為經濟實際有很大的依賴性 對大陸和法國一樣 買法國酒莊的大陸的賣價多少 那不要緊要 最現實的就是病毒的走勢 去到一個階段 金錢的重要性 絕對不可能凌駕於病毒的破壞性 到時歐盟 我估計短期內 一定會改變防疫政策 一定會對大陸的旅客 採取 好像美國 即是說美歐始終同步 但是現在不同步 歐洲可能要吃虧 但是歐洲人就要看路了 因為病毒不長眼 心理的情況 你對於很多事情 不要那麼執著 但是一定要看得通透 當然不想不測試 要通透 但是對於病毒 歐盟一定要看得通透 如果不通透 看不穿局 後知後覺 肯定會有人犧牲 希望犧牲的人 越少越好 你看看意大利在2020年 2、3月到4月 那種 井噴息的爆發 其實今天中國大陸 延遲了兩年 中國大陸正在進行 意大利當年井噴息 所以意大利在兩年前被射咬 今天馬上就立刻起降 知道大陸的這下野 別搞 舔海池夜 不想再舔海 但是歐盟 當時不是重災區 同期是2020年3、4月 但是今天 現在去到2023年 歐盟應該有這麼多專家 有這麼多研究 也都知道 中共現在這個情況 不能夠不作最壞 不能夠不及時 或者是盡了作最壞打算的 不能夠等情況變到最壞的時候 才作最遲的打算 這些是為公共衛生 為民眾安全 是必須有的 政治家 是 你一定要先行那個病毒 是要阻止病毒 就不是讓病毒進來之後 然後才去到處找東西 隔著它 阻止它 對付它 到時為時以晚 歐盟 我相信 歐盟這些27個國家裏面 一票否決這些制度 遲到要改 因為在這些病毒問題 一票否決 足以害死26個其他國家的民眾 數以千萬計的 如果有人出事 那些政治家 好心你們 好心你們 盛少少 擺開這些利益的枷鎖 以民眾的健康為一考慮 所以何來我會在這裏 亦都希望大家 慈盈保態 新年迪吉 希望大家 記得按一按個讚 點讚 等我們的視頻 分享快點 多些人看到 第二 當然你也將它 轉介給其他人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留言 提出你們新年的一些新題材 或者一些新的看法 當然 加入我們的 免費訂閱 新看我們的頻道的朋友 免費訂閱我們 亦都加入我們的Patreon 有很多會員專項資訊 來到新年 都是一句 大家全年順利 各位何良某下個星期 再和大家討論 趕著謀論 到此為止 再見